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文成肖战报新剧搭档繁花唐燕演夫妻,他拍戏手臂伤痕藏不住。 陆剧顶流男神肖战过去,以陈情令庆余年等剧爆红,戏约满档的他。 去年底在杀青徐克执导的金庸武侠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,《侠之大者后》。 随即投身拍摄后《宫甄嬛传》导演郑小龙的新剧《藏海传》,一刻不得闲。 然而,从他最近发出的日常宣传照或影片中,凡是他有露出手臂或是手腕的部分。 仔细看有不少淤青和伤痕,都是在拍打戏时造成的,让粉丝心疼不已。 肖战去年一连推出《梦中的那片海域谷遥骄扬伴我》,接受到欢迎,早已是顶流中的顶流。 他拍戏向来敬业,从来不寒扣,可以为了射雕英雄传,《侠之大者》,开拍前集训10小时练功。 并增重12公斤,只为身形就像武功高强的汉子郭靖,更不用说打戏他都尽量不用替身,大多亲自上场了。 现在拍摄《藏海传》他又迅速受成纸片人,好让自己符合角色。 像个未试图打拼的读书人,过程再辛苦他都坚持下来了。 只是,最近肖战在发出的宣传物料中,每当他的手臂他的手臂,胳膊,手腕露出时,却不满于轻和伤痕。 仿佛在叙说住他背后的努力和付出。 只是往往就伤未愈,心伤幼稚,这些都是他投入角色时留下的印记。 却让粉丝看了心疼不已,希望他别太操劳,还是要照顾好自己。 不过,要行城满的的肖战修喜,无疑是奢侈,最近传出知名文学作家于华的作品《文成》要被改编成戏剧。 主演正在接触他和唐嫣,由于唐嫣因引了王家未指导的繁花翻红,加上两人从没合作过。 且可能是扮演夫妻,虽然八字还没一瞥,但如此新鲜又是强强联手的组合,消息一出,自然是万众期待。 文成讲述了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,北方青年林祥福与男来女子季晓美相遇、相爱。 但季晓美在生下女儿后突然离开,再无音讯,林祥福背着女儿一路南下,寻找妻子季晓美所在的文成的故事。 让我们静待官方消息吧。